因为我主要的经历就是在我父亲这块 那想怎么着啊 今天来想干嘛呀 我就是想让他还去以前的单位上班 还回到以前那种稳定的生活 他回得去啊 想得也太单纯了吧 你是觉得一旦回到那儿 一切问题就迎恩而解了 是吧 最少收入能这块能稳定一点 然后我这块的压力能小一点 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 好像夫妻的那点感情反而变得特薄了 是吧 是的 我感觉现在他对我确实是非常冷漠 现在以前我下班以后 他总是在家给我做好我喜欢吃的饭菜 然后等着我吃饭 那时候感觉特别温暖 家里面 现在呢 现在的话就是他在家 他回家他也不给我做饭 到家我只能是自己做 要么都点外卖 就是心里也挺不舒服的 那你能自己做你就自己做吧 现在我的心情也很不好 我也很累 我还得上班 还得照顾我父亲 那你对啥不能体谅我一下呢 挺辛苦 挺辛苦 确实不容易 今天来这儿是干嘛呀 找解决的办法 对 你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回去工作呗 对 你肯定是不会回去的 对吧 对 我实在没办法 这不是这么年他压着我 我绝对不会大这么多年 你知道吗 行 听明白 听懂了 我觉得这个难大家都看得见 其实在我们这个岁数大家都有这种体会 你会碰到太多这样的难题 你需要去解决 而可能第一不能乱赢的就是夫妻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夏女士啊 那个我问你个问题啊 如果今天你丈夫跟你离婚了 他还需要照顾你爸吗 那他就没有义务照顾我父亲了 对啊 我跟你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责任大家都是有的 但责任不是无限的 我们说子女的责任父母对我们来说是无限的 但对于一个女婿来说 她的责任是否也是无限的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经常去思辨的一个问题 你其实你口口声声一直跟她说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她应该做的 她没有做的那一切 你觉得她更加应该去做 那么对她来说 她在这件事情里面所承受的责任是不是无限的 那夫妻不就应该是有夫同享有难同当吗 那我有事了 那夫妻还应该互相尊重呢 我觉得我挺尊重她的 刚才赵川老师跟你说过很多次 就是他知道你们是很难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很难 到这个年纪家里面老人一倒 是很难很辛苦 越是辛苦的时候 我提醒你这件事情 不要自乱振脚 就我看来你刚才提出的很多方案 比如说你让他回去那个工作还算好 你一开始提出的方案是让他跟你一人一天 那他还工不工作了 你已经没有收入了 让你的丈夫也没有收入 这是一个理性的思考 这是你的情绪性思考 他只是为了解决你自己内心的不安而已 他不解决任何问题 对吗 你们真正要想的办法是一个如何 比如说你父亲 把现在再慢慢好转 那么这个状况如果持续五年的话 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最佳的方案 可以让你的父亲在这五年里面被照顾得很好 我们找到这样一个方案吧 而不是说你必须要给我怎么怎么样 对吗 我告诉你一句话叫 不幸的生活千万不能成为更大不幸的开始 就是你们已经遇上了一个不幸的事情 好 那么这个不幸的事情我们尽可能呢 我就把它处理好 而不要让更多的人被拖到一个更加深的深渊里面去 现在最大的障碍不是你的父亲 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你 对于你们家庭而已 对 你成为你们家庭的黑洞 因为我觉得我要照顾我父亲 所以我要辞职 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对父亲好 所以你必须要放弃你的事业 因为我觉得怎么怎么样 所以你不能喝酒不能抽烟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已经是这个状态了 所以你不能请朋友来我家玩 你是这个家庭的黑洞 你把所有人都往这个黑洞扯 你为什么会成为这个黑洞 是因为你内心的不安 而不是事情真的严重到这个程度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是 首当其冲的 你必须要先冷静下来 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让照顾你父亲这件事情变得可延续性 怎么样让你这个丈夫 他的工作和你的事业 你的工作变得可延续性 怎么让你们小孩未来的教育 和照顾你们小孩也变得可延续性 这个才是你现在要思考的方向 两个人好好商量 商量出一个计划 包括当然你也有问题 你现在找的这个新工作 这个投入不是没有底线的 你不能一直无限期的 不给他任何希望的 我永远投入下去 不行 就是这个方案必须是有底线的 有尺度的 他要告诉你 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投入多少年 不行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 你也要告诉他 我可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尺度 但是一周 比如说你要照顾我爸两天 这是可以的 运用生活的智慧 去面对生活的不幸 谢谢大家